梁和副主席李澤巨罕有感親自出席旗下 沃森市旗艦店的展彩儀式 新舖是集團全球第12000間零售店 他還即時簽帳購物 今天特別開心的 因為在香港幫沃森市集團 在全球開第12000間店舖 香港是我們家 在家裏創造一個新的里程碑 對我來說是特別有意義的 沃森市集團董事總經理 賴啟明沒有正面回應 人民幣匯率下跌對成本的影響 數字顯示香港零售業市道轉差 但他認為集團仍然有發展空間 香港的零售業 你看回政府的數據 無疑是落了少許 但作為我們現在沃森市的零售商 零售品牌來說 還有很多的發展空間 當然銅鑼灣以前的租金很貴 貴到我們很多零售的 在銅鑼灣這一帶 都捱很多貴租 現在我覺得租金 已經有開始回落的現象 我們在香港 一定是我們自己的基地 一定要整間很好的旗艦店 為香港的市民服務 集團今年會在全球開1,300間新鋪 主力發展亞洲市場 DBC數碼電台記者 歐慧廉報導 再看一看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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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